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一千三百一十几,少一个 王林速度极快,雾气在身前轰轰而来 他身体外的光影盾更是一次次的崩溃后重新凝聚 他所布置的禁止防御层层瓦解 那推动身体前行的大力,直至半个时辰后才略有消散 待速度慢了下来,前方雾气也无法伤害身体后 王林擦去嘴角鲜血 回头看向身后,眼中寒光闪烁 扮上之后,王林转身取出木台 盘膝坐在上面后,又取出了妙音的木台 右手抬起,再上狠狠一拍 妙音的木台顿时轰鸣 其上所有数字符文被震出 在王林大手一挥下 这些符文全部涌现出来 落在了他的木台上 随着符文的融入 王林的木台剧烈的震动 其上光芒闪烁下,骤然膨胀 从三千丈积极扩大 最终赫然成为了四千丈大小 其颜色已然彻底的成为了黑色 似于这雾气要融为一体 四阶木台 王林没有停顿 右手再次虚空一抓 却见又有近百个符文凭空出现 这些符文呢 来自那崩溃的封印之地内 死亡的修饰 却是王林不知何时巧妙地收走 此刻拿出 一一融入这四阶木台内 轰鸣再起 这四阶木台再次震动 其大小轰然间又急速膨胀起来 转眼之下 成了五千丈 奄远看去啊 这五千丈的木台庞大无比 很是惊人 妙音的木台原本就距离四阶很近 再加上王林的近百符文 却是使得他的木台赫然达到了五阶 潘西坐在旗上 王林立刻就感受到一股股 好似神石之物 从木台内钻出 直奔自己身体而来 他有过经历 此刻并非经历 若是宁神观察 慢慢的 他脑中存在的地图 轰然就再次被打开了两片 五张地图连接在一起 把这古墓的面纱掀开了近半 待王林找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后 他双眼不由的一宁 竟然到了这里 短短的半个时辰 那巨手一抛之下 使得王林直接在这雾气内 跨越了之前三幅地图 更是穿梭了第四幅地图 出现在了第五张地图的尽头 这里 已然彻底地离开了古墓外围 进入到了其内部 在那第五张地图上 王林前方不远处 有一片树叶的形状 标记出森林的存在 这森林呢 王林熟悉 那里正是贪狼得到古西叶之处 同样的 也正是在这里 贪狼看到了 那让淫衣女子惊恐尖叫的雕像 七彩雕像 在王林木台成为五阶的同一时间 在第六幅地图内 这里的雾气并非浓郁 而是略有稀薄 但在这里 却是存在了无数空间乱流 稍有不慎 就会被乱流卷中身子撕裂 在此地 有一个六千丈的庞大木台 木台上堆放着一个个人头 那些人头看似杂乱 但实际上却是组成了一个头颅阵法 血腥弥漫下 在那木台的中心 潭膝坐着一个老者 这老者身穿黑衣 一头黑发半截为白 其容颜更是在衰老与年轻之间急速转变 他的眉心之上 有一个弯月形状 但却并非是月氏族的印记 而是一个仿若魔般的魔印 若是此刻妙音道尊分身没有被夺舍 看到此人 定会双眼瞳孔收缩 心神警惕 此人正是太古武尊之一 当年在颠落大地 重伤而走的九天魔尊 潭膝中的九天魔尊 在瞬息间双目猛地睁开 其内顿时就有黑白二色光芒闪烁而出 第六 九天魔尊难难 齐声沙哑 好似两把飞剑摩擦一板 第四幅地图内 雾气如玄 云涌而动 似有无数冤魂在嘶声咆哮 传入耳中可以震动心神 在这片区域内 修饰极为罕见 随着雾气的翻滚 隐隐可以看到一个五千张大小的木台 急速前进 那木台上站着一个大汉 这大汉上半身赤裸 透出一股强汉之色 在其身后更有一尊巨大的狼颖幻化 四在低吼咆哮 木台上满是干枯的鲜血 那大汉身上同样还有几处伤口 他正是那追杀王林 进入这古墓的奉天狼族第三部大门 随着木台的急迟前行 这大汉面色凝重 但突然他双目一闪 右手掐绝在身下木台虚空一样 其脑中顿时就有阵阵轰鸣 翻上之后 这大汉神色极为阴沉 又出现了一个五阶木台 不知是哪位大能 在这古墓深处 雾海上空 漂浮着无数被封印的平台 在这些平台上面 昏暗的天空之下 有一个五千张大小的木台向前急速飞去 木台上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身穿白衣 黑发飘动 神色冷漠 正前行中 她突然秀眉一皱 许久之后 双目又寒光一闪 会是谁呢 或许是那妙音 这女子沉吟片刻 随着木台继续挤持 在这古之墓地内 以这几人所处位置 海参之地 这里没有雾气 只有无尽气流呼啸而过 似可以撕开一切肉身与法宝的宝物 一声嘀吼咆哮隐隐传出 却见一个数十丈高的身影 正迈着大步 疯狂地向前走去 她速度不快 那无尽气流轰轰落在其身 每一道气流都会形成一条伤口 使得那身影怒吼更惧 在这身影身后 漂浮着一个七千张大小的木台 那木台上盘膝坐着一个粉衣女子 这女子相貌极为妩媚 透出一股夺人心神的魅力 拓森哥哥要快点哦 小妹能不能进入这古墓深处 可就全靠哥哥了 那粉衣女子眼口一笑 美目充满了风情 声音极为妩媚 好似身影一般 落在耳中就可荡起阵阵痒痒的涟液 给本身闭嘴 你这妖娘们太不烦人 若在锅造 本身 拓森咆哮中啊 还没等说完 那女子的魅意笑声啊 便回荡而起 一笑之下 这女子更是连身子都颤了起来 好似花枝一般 人家就是喜欢你这粗犷的样子 要不我们先停下 让人家给你一点甜头 发现一下怒火 好不好嘛 拓森面部 清惊鼓起 一吼中不再理会那女子 向前迈步而去 二人渐渐消失在远处 唯有那放荡的娇笑 隐隐传来 久久不散 第五章地图内 亡灵沉吟片刻 心神正要从那木台内收回 但突然之间呢 在其脑海内 那木台钻入的神石 骤然一变 化作一个似传自上谷的声音 在他脑中浩荡而起 如其五接木 可开轮回门 为本道传承逝者之一 九接为中 若为五族 可入轮回门 寻本道传承 若非五族 守城九接者 可去本道地府而去 本道 叶末 这声音呢 在亡灵心神回道 在消失的一刹那 亡灵默然间 变似神石 与这整个古墓 融为一体 清晰地感受到 在这古墓内 除了自己之外 有四道气息 若隐若现 道古叶末 亡灵心神一阵 这是他第二次 听到这个名字 第一次是 一代朱雀那里 他清楚地记得 那一代朱雀 曾说过一句话 古神之修 老夫了解不多 但在老夫的时代 古神之强 足以惊天动地 当年道古叶末 尽管并未名列先尊 但其修为 足以令先尊忌惮 王林沉默许久 双眼露出金光 沉吟起来 以王林的心智 自然不难分析出 那四道气息 与自己一样 都是五阶 或者五阶以上的木台 我能在木台 成为五阶后 感应到他们的存在 那么他们想来 此刻 也感应到了我的出现 这古墓极为诡异不说 那声音中提及的地府 又是何物呢 思索了片刻后 王林目光闪烁 压下心中 因那声音出现 产生的波动 低头看了一眼 身下的木台 内心此刻已然确定 在这古墓内 木台是关键 按照那声音内的意思 似要进最快的速度 想在别人之前 让木台成为九阶 王林抬头 看向远处雾气深处 那个方位 按照地图所标记 正是那奇异的森林所在 贪狼当年便是在那里 发现了古希悦与雕像 且曾言 在碰到雕像的刹那 出现了一个漩涡 他进入漩涡 就离开了这古墓 出现在了界外 不知那漩涡还在不在 无论如何 这诡异的森林 我也一定要去探寻一番 打定主意 王林操控木台 向前急驰而走 途中啊 他盘膝而坐 快速的吐纳疗伤 以便让自己尽快恢复 他更是散开气息 渐渐的就吸引了诸多 隐藏在雾气内的人形凶兽 呼啸而来 这些凶兽啊 但凡来临 全部在血光一闪间 一一淒利而亡 化作生机飘入王林体内 使得他伤势极快地恢复 一路前行 杀戮不断 数个时辰后啊 随着王林离去 留下了无数凶兽尸体 被雾气吞噬 许久 木台缓慢地停顿下来 在木台前方 没有雾气 而是有一片枯黄之色弥漫 化作一片扭曲 王林盘膝中 睁开双眼 望着前方的扭曲 神石散开 向前延伸 但刚刚碰到那扭曲啊 便立刻就被一股大力轰出 目光一闪 却见那片扭曲的枯黄之色 剧烈地闪烁 片刻间在其中就幻化出了一个树叶的凹印 那凹印与古西叶的样子一模一样 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在王林手中便出现了一片古西叶 向前甩出 那叶子直奔着扭曲的枯黄 瞬息间就落在了那凹印之内 轰鸣顿起 却见那凹印四周 立刻就出现了无数裂缝 好似崩溃一般 转眼之下 就向外扩张 瞬息间 撕开了一道缺口 王林不甲思索 收起木台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立刻就踏入近那缺口内 消失不见 在他身子进入后 那缺口缓缓收缩 最终再次形成了扭曲 一股枯萎的气息隐隐扑面 那气息内 更蕴含了一股死亡的味道 王林出现之时 放眼望去 这里是一片乌尽森林 所有的树木都枯萎成干 显露出一幕幕争名 就是这里了 王林目光扫过 此地的一切与贪狼描述一般无二 王林向前迈步而去 奇速哄哄 直奔这片枯萎的森林中心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 作者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